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据台湾媒体报道3月宣布怀有第二胎 预产期本在9月的她 却在8月22日产检时发现宝宝有肺部压迫 腹腔肿大情况 因此决定提早抛腹 儿子被诊断患Aphone新生儿容血症 立刻转送台打新生儿加护病房 过程惊险 14日出席新书为爱朗读记者会 聊到此事不 尽流下眼泪 侯佩岑透露 小儿子因患有Aphone新生儿容血症 常发生严重贫血 得进出医院出血 白血求说也不够 他和老公要抱孩子的话 还得穿上防菌衣 他出生到现在已经进出家库病房三次了 还要签一堆承诺书 这么久也找不到病因 越讲越难过让他当场崩溃雷崩 不过 侯佩岑聊到三岁多大儿子 也相当欣慰 月儿见到夫妻俩准备带弟弟军医时 都会抢人眼泪 独自在旁帮弟弟祈祷 弟弟要加油 要平安长大 幸好目前小儿子仍算健康 三个月已经长到八公斤 让他更加坚信孩子的生命力很强大 是和杰玩了姚晨董捷的老套路 还是贺子明的计中计 来源 据说娱乐和杰和贺子明离婚的新闻连续多片 霸占了新闻头条 让人不得不关注 从一开始各类知情人 跳出指责贺子明渣男的明显压制 到今天和杰被爆出荒内出轨 曾经相爱的两人 在分道扬镳之后却拼个你死我活 剧情逐渐的狗血和扑索迷离 整个事情中最大的受害者是谁 这个月开庭和杰和贺子明的离婚案 在闹得沸沸扬扬 争夺孩子的抚养权 两人的财产风格都还在打 这边和杰却突然被拍到和乐队鼓手 刁磊的照片 虽然那一堆照片里 也就把外套脱下来给和杰穿 说得上较为暧昧 但重点是这个刁磊 也是结过婚的人 今天和贺子明方面 就爆出了和刁磊前妻的通话录音 里面刁磊的前妻 表示他们在9月已经离婚了 离婚原因是和杰 还说指刁磊是在运接出轨 当然这个录音的真实性有待考证 怎么感觉这事情越来越复杂了呢 我们先来理一下整件事的发展 在2016年12月和杰凌晨发了条 微博说到母爱 隐忍 坚强各种词 之后经纪人和媒体大V 均转发带张两人离婚 离婚消息刚放出粉丝和知情人士 就开始手撕贺子明 说他就是个吃软饭的 从来都不管孩子 和杰一边工作一边带孩子有多累 知情人士也跑出来说贺子明 一直是渣男属性 朋友都觉得贺子明 就是想靠和杰上位 在和杰结婚前就警告过他 但是和杰被感情冲昏了头脑 反而和朋友划清界限 在离婚消息出来的时候 同时在热搜挂着的还有贺子明出轨 说是2012年3月14号 贺子明和某人一起相约三亚过白 色情人节一直到17号 但注意日期 这是贺子明和和杰婚前的事情 并且该女生立刻就出来说是朋友探班 还一堆人一起的 之后贺子明又被翻出了 曾经给东北的情感电台打电话咨询 说女方要她净身出户 离婚是因为女方脾气暴躁 而且万圣节的时候 还抓到她出轨啊 什么呀巴拉巴拉巴拉一大堆 结果最后被网友发现当天 和杰是带着七宝在吴京谢南家聚会 有当天谢南的微博整名 啪啪啪打脸 更是让网友认定了她渣男属性 连和子明官方影迷 会都跑出来表示脱粉 而和杰从此就走上了坚强 担心妈妈的道路 的确三年爆两 产后抑郁 怀孕爆肥到160斤 每件事对普通女性来说都是场灾难 更别说是一位女明星 但着这半年我们都能感受到和解 或者说和解的团队 在疯狂设立担心坚强妈妈的人设 从抱着孩子彩排 带着孩子赶通告 不间断的会有好妈妈通告满天飞 上节目十言泛泪光的一句 我不会在结婚了戳中 多少人的心 女子本弱 为母则强 拉得网友无数的同情 这不得不让我们想到了 当年的姚晨和董洁 姚晨和林萧素是双方出轨 我们不说 而董洁当年也是以好妈妈出名 在离婚声明中 也是立刻说潘月明出轨 不顾家庭 适度 不举 网友大骂潘月明娶了仙女 还不满足 直到董洁被拍到与王大志热吻 证实了他才是婚内出轨的哪一个 董洁白脸花的形象灰灰烟灭 当贺子明永远不是潘月明 先不说他们在演艺道路上的差异 光是他对了离婚这个事件做出的反击 都能感觉到他是在太幼稚了 还记得那个所谓的家宝门 1米5的和解报打1米8的贺子明 放出来的图片更像刚剑完身拍下的 直接被网友寻潮去搓个澡 都比你厉害 如果跟他一起打游戏 绝对是送人头的猪队友 手上抓着的和解出轨的证据 偏偏又要等到案子开庭的时候才放出来 明远人一看就知道你安的什么心 更别说和解在声明中 说到的这是他们不择手段的拍出来的 究竟是和解针 那是董捷2.0版本 还是贺子明的《记忠记》顺着最近的潮流 而编出这个一个剧本来博取大众的同情 无论他们两个怎么自咬 我想在这场离婚案中 最可怜的还是孩子 长大之后的他们回看这件 曝光在镜头下的事情 看自己的父母是如何的护泼脏水 撕破脸皮 心里会是什么滋味 离婚可能体面的结束吗 分享 在相关热读